好的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正式开始了 同住技术人生路 血液中国新药魂 各位行业同仁 大家下午好 我是同血液的张蕊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血液直播间 那今天是ASAP技术线上系列讲座的第二场 那本系列直播是由同血液和南京海维药特别策划 昨天晚上的直播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Freesync总裁Waterman博士 同血液药学院院长萧百明博士 还有南京海维药创始人王立坤博士 我们一起探讨了稳定性预测原理应用监管和SHQE更新趋势 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二场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百计神州小分子分析研发负责人高阳博士 为我们分享预测性稳定性及其在药物研发生命周期当中的应用 那高阳博士呢将会对预测稳定性 特别是对ASAP技术在新要开发IND阶段 PPQ阶段NDA阶段的应用案例进行一些分享 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有任何互动话题 还是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 或者是点击我们直播间下方的提问来告诉我们 在分享后的写一问答环节 我们还会邀请海维医药的创始人王立坤博士 和我们一起来解答这些问题 好的那先让我们先靠一波666 欢迎我们今天直播的分享嘉宾 看到今天点赞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啊 希望说明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涨的 也欢迎大家多多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 好的那现在呢让我们有请 百计神州小分子分析研发负责人高阳博士 可以做客我们写一直播间啊 就是您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各位线上的同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我们这个写一直播间 跟我们共同去探讨这个JSAP 以及它在这个药物研发过程中的这个应用 这样一个话题 非常感谢那个同写一给我这次机会 跟大家进行这次分享 那么我们期待着在后面的这个 一个小时的过程中 跟大家一起探讨这样一些不同的案例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其实您也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观众朋友对您的呼声也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高博据我所知啊 其实您也是对ASAP技术也是有特别多的经验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技术的呢 这个大概 我接触到ASAP这个技术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 之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 ASAP相对来讲 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当时在我工作的公司 我们把ASAP这个技术引入进来之后 迅速的在公司内部就是 变得非常的popular 因为我们发现它可以节约大量的这个稳定性研究的时间 同时呢可以对一个化合物一个产品 早期它的稳定性的风险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 这样的话能够把一些决定前置 能在后面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整个的流程中 去做一些de-risk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价值很高 那么在之后我回到国内接二百地平周之后呢 因为国内大家也知道这个项目 其实推进会更快 对时间线的要求更高 所以说我会发现ASAP的这个技术 它的价值 其实在这里面也是会有体现的 那个时候我就联系到 当时联系的是美国ASAP的这个同事 然后他们就把王立坤博士推荐给我 然后我也是从王立坤博士这里 把ASAP这个技术引入到了百地 所以其实高五啊 我所知道您是积累了相当多 稳定性预测的经验 那首先就您先给我们讲一讲您的研究吧 好的 那么就是这个话题呢 我们可以就先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这个矿情片的这个分享 那么我来往后看 我们在去讲ASAP之前呢 我们可以先讲一讲稳定性是干什么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目录的话 其实我们第一part的话 先去看一看我们传统的稳定性研究 有哪些方面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它在整个要不研发的这个流程中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那么首先看这个 它的研究品的目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 其实非常显而易见的这个稳定性 它是为了我们这个产品 它在温度湿度和光照 在储存过程中 这个产品受到这些影响之后 它的质量所发生的变化 然后我们采取这种 长期的加速的稳定性去采集数据 对这个产品的稳定性进行一个表征 那么这个表征的数据是干什么用的 首先它是用于推荐 这个或者确认 我们一开始定了这个住藏条件 住藏条件里面有温度 比如说我们常见包装上面 有这个常温闭光保存 或者说处于阴凉处保存 或者说它直接写一个温度 比如说不高于25摄氏度 那么湿度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这个 分区 我们有这个不同的climate zone 还有climate zone1到zone4B 那么这里面它不光温度不同 它其实湿度也不一样 比如说在热带的湿度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产品在包装的条件下 它是否可以去 在这不同的湿度下 尤其是高湿度环境上 能够去耐受这样一个湿度的侵袭 同时的话 我们产品的包装 是否需要比光 对这个产品是不是光敏感 那么我们需要用稳定性数据去证明 这一系列的 这产品对这一系列条件的一个敏感度 那同时呢 我们证实这些敏感度 然后获得了一个长期的稳定性数据之后呢 我们会确认 在特定的包装条件下 铸藏条件下 我产品的复减期或者有效期 比如对于原料来讲的话 小分子原料可以有复减期这个概念 那么对于大部分的产品 或者说这个product 那它就是货架球 有效期的概念 同时呢 不光有这两个东西 我们还需要去观测这个产品 在稳定性期间它的一个变化 因为这里面 尤其是对于降解产物的这个产生 它会对我们 不管是临床在用的样品也好 还是说已经失受产品也好 它的安全性会有可能性 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所 稳定性最要关注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讲了稳定性的这个研究的目的 那么其实在各个国家 包括SH 对稳定性的这个研究都有相应的指导原则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已经是一个 preset 的一个标准吧 那么对SH来讲的话 Q1 Q1有ABCBE F这么六个章节 那F最后 withdrawn 是因为这个WHO有一个跟它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 它区分了不同的这个 climate zone 对于长期稳定性的要求 那么这个Q1F的话已经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去看WHO的那个要求就可以了 那么Q1A的话 它是对于这种新的drug substance和drug product 它长期加速稳定性 怎么做 其实有一个非常详细这个是针对于这个上市上市就是你上市药品 以及上市后药品的一个要求 Q1B的话讲的是怎么做光稳定性 光稳定性你要多少的照度然后多少的阻碍线对于这个drug substance和drug product都是使用的 那Q1C呢就是说我已经有了一个产品 那么后面我去做一个new dosage form 我去做一个比如说一开始一个胶囊后面做一个遍记 那么它对它的问题要求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简化的或者说比较短的这个问题的时间 这是在SH里面可以接受的 那Q1D讲bracketing matrix 就是括号法或者说矩阵法 Q1E的话就讲稳定性数据怎么评估 那么除了SH之外呢 我们对于这个中国药点或者CBE 它也对于这个稳定性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原则 就是其实在SH之上会有一些更多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会常说的这个影响因素 这个实验其实是一个中国比较特殊的实验 因为 通常stress test的话我们看的是降解 对吧 然后在影响因素实验的话 我会不光看降解 我会看比如说水分呢 外观呢 如果是恐怖的事情 我们看一下 dissolution 这些所有的这个stability indicating attributes 都会在这个影响因素实验中进行一些考察 那么同时CD也会对 有一个指导员的叫做化学药品 文定性技术研究技术指导员则也提出了 就是我们要证中心对于这个 提交上去的申报资料中文定性 你怎么做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如果说我们 在座各位的这个公司女士做全球震报呢 那你不光是需要去看NCH 需要去看这个中国要点 可能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个他们这个区域性的要求 也需要去做一些了解 这里指出了一个就是比较specific的一个要求 就是安Visa 就是巴西 巴西它对于这个产品稳定性 其实也有它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你的这个 这个强制降解实验该怎么做 稳定性要包含哪些时间点 也包含哪些条件 其实它的要求跟SHA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讲了这些指导原则之后呢 这里面这张图其实给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都有哪些稳定性 然后这些稳定性呢 在不同的这个临床阶段或者说商业化阶段 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这里面你看最上面的这个箭头分四个箭头 分别说临床前早期临床关键临床和这个审批 实际上就是如果NDA交上去之后 这个审批的过程 那么最早最早的时候 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实验室的问题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产品 这个化合物它到底稳定不稳定 它对于光敏感还是对于酸敏感 对于这个湿度敏感 那么它一旦降解了之后 它降解途径是什么 产生哪些降解产物 哪个降解产物它的这个risk是最高的 其实我们实验室的稳定性 就都是要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完了之后我们 对于我们化合物本身 有一定的表忠了之后呢 我们会进入到早期临床 那么早期临床进去之前 我们要有一个IND 我们要申报这个临床项目 那么做IND的时候呢 不同的国家会对你这个临床 你试验的这个样品 需要稳定性要求的 通常来讲 需要一个三个月的稳定性 这个用一个代表性的批词 三个月的稳定性 然后 不同国家对批词要求可能还不太一样 至少你要有一批对吧 或者说 可能有时候对CDE的这个解读 大家会要求会有两批 这个代表性批词 有一批至少有三个月 然后把它放到IND资料里就交上去 那么 这个它拟定的是你 initial 你最开始进入到临床的时候 你这个样品 你可以给它制定多长时间的效期 因为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你的临床运营的效率 那么 在这个之后呢 你如果有新的这个 有新的这个临床样品生产 那取决于你这个生产 出来的这个样品和你最开始 这代表性批词 有没有区别 比如说 我这个 我这个产品 它的这个formulation进行了一些微调 我把这个微净纤维素的质量 进行了一些改变 那你就需要去评估说 我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对于稳定性是不是会有影响 这个会需要在你的变更进攻里面去评的 如果它对稳定性可能会有影响 那你需要再多放一批稳定性 用于支持说 我进行了这个变更之后 我这些产品的效期依然可以和 我最开始的那个代表性批词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 我的效期沿用 我只是说这一批稳作为一个联系 那么如果说我评估之后说 我这样的一个变更是非常的微小 不需要这种做 那我就看那么这样 也需要在影响公司里面去评估 这是临床一段 这三个绿色的条 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在做临床同时呢 如果说我们进入了这个关键临床研究 那么进入了关键临床研究之后呢 其实我们会谈到一个概念 就是关键临床批词 那么关键临床批词之后 我们在关键临床批词到最终的这个批词批词之间 我们会做一个批词就是 那个数据来比较 那么commercial产品将来 我比如说我一开始上市申请的时候 我要制定24个月的校期 那么就意味着我的注册批 必须在那个时候有12个月的问题 也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黄色这个网写的 NDA提交的时候至少有12个月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要到24个月的校期 那么这个稳定性呢 它我会一直做下去 最终是到这个commit to shelf life 就是我我最终我希望我这个产品有多少 比如五年的校期 会不会把这个问题品做到五年 那么这个 可能在 不管是早期的这个临床也好 到关键临床研究也好 我们这个稳定性 做的这个批词数 以及它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条件 放的这个出场条件是不一样的 因为早期来讲的话 就是临床又要放上 到了这个注册批的时候 我通常会做的比较前面一些 我把我将来所有可能的这种长期条件 比如说这个冷藏 25度 或者说3065的话 这个 Zone for A 3075Zone for B 我会把它都放上 这样的话我可以cover我全球申报这个要求 同时的话 我也会做一些这种高温高湿光照 这个 烟瓶素实验 因为这都是NDA的要求 那么超温实验 这个超低温或者超高温的实验 就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 绿绿 那我现在在 commercial 阶段出现这种 超温的现场 OK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 作为一个就是 SH 规定 然后符合各个国家 要点也好 它的监管机构要求也好 做的这个 我们就送了一份 可能是相对来讲 比较全的一个合集 嗯 确实啊 这稳定性研究是伴随我们研发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从毒理批次 IND 还有临床批次 NDA的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少不了稳定性评估 但是如果每一个环节 我们都要等 ICH 稳定剂研究的结果出来 再进行下一步 那这个时间成本可就太高了 所以毫无疑问 这是 CMC 研究当中时间成本的一个环节 那么说传统稳定性研究方法 伴随着巨大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所以ASAP为代表的预测稳定性技术 也是应运而生 那么高博这又是怎样的一个原理呢 嗯 好的 嗯 这个星耀研发确实这个 时间线会推的非常非常快 然后我们基本上在现在的一个时间线 的条件下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等这个传统IC 去稳定性 那么通常来讲 我们会采取一些 基于这种 就是Science based的一些预测性 稳定性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预测性稳定性的一个原理 这个这个东西其实 大家这个 在之前这个高中物理也好 大学物理也好 其实是学过的 但是呢 他这个预测原理呢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就是不适用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不适用在哪里 然后后面的话 也会给大家引入 说为什么 AZF在这个预测 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说 左侧 这里面有一个方程 这个方程 其实 我们就像我们之前 讲过说 这个 高中 高中物理 或者说大学物理里面 学到的 就是Renius equation 叫 AZF 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这个K 是反应动力学常数 这个反应动力学常数的 这个 Nature Log 它这个 就是三对数 它和什么东西相关呢 它和 我这个反应 所处的 温度相关 就是实际上就是 温度越高反应越快 其实是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原理 但是 我们会需要对它做一些数学变化 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实际上就是 对这个 T 就是温度 它以这个 绝对的温度去表示 去取一个导数 然后 它的这个 温度这个导数 会和 呃 反应动力学常数的这个 这个自然对数 呃 成一个线性关系 那么这里面 EA呢 它就是这个 呃 叫 Energy Barrier 或者说 这个 猴瓦能 呃 我做一做做一做做一系列实验 我可以把这个 可以推倒出来 然后 70度的时候 也可以推倒出来 我可以做一系列的温度 然后 然后按照这个 这个 Alanesu的这个 这个 方程的原理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直线 那么 诶 OK 对 那这个直线 我可以把它画出来 它画出来之后呢 按照 呃 理想情况下 我可以predict在这条直线上 任何一个 呃 温度 它的这个 反应动力学常数 然后再把它带回去 我就知道 呃 我在这个温度下 我这个产品 它到底稳定不稳定 然后说这个 呃 降解程度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这个 这个灵性 叫做predicted 呃 在30度小几下 我这个predicted 这结果 但是往往我会发现 我做了这个实验之后 这个实验 我实际上 就之前是做过的 做了之后 发现跟实际的不一样 呃 我实际的 Either我会在在底下 就是说 我predict的这个 反应动力学常数 比我实际看到的 要快 就是我本来预计 这个杂志 它在三年 都会涨到 呃 这个0.8 这个例子啊 呃 但我实际上是看到了 0.3 这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呃 这个不难理解 就是说我们 我们对于这种固体的降解 呃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创新药 小分子创新药嘛 就是口部固体之际居多 那么对于这种固体的降解呢 呃 它不是一个军移的过程 因为 你可以想象这个固体颗粒的表面 固体颗粒内部 他所 遇到的这种 遇到的这种化学环境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它氧化的话 只有颗粒表面 它会接触到外部的氧气 啊 水解也好 或者说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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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sture 催化的一些坏害 它都是表面 快内不慢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我这个杂志 呃 它产生了之后 就是我这个降解产物 降解杂志产生了之后 它可能在不同的环境下 它的晶型也不一样 那这普通的晶型呢 这导致说 它结晶出来 它 它脱离反应体系的时候 它呃 它的状态是不同的 那它对于反应 这个速率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呃 那最后一个就是原辅料相互作用 呃 我这个不同的辅料 尤其是不同批次的辅料 呃 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这个产品的降解 呃 它都是有 呃 都是有可能会有 会有影响 那么 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拿这种简单的这样一个现象关系去 去去去带入的话 那再而然 它这个前果就可能是不准的 那么 我换一个角度 然后再跟大家去解释这样的问题 因为刚才讲了 就是本身从反应机理上来讲 呃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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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出来的那个k可能是不准的 那么即使你的k算准了 呃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k的他的呃 对于这个时间来讲 他不是一个现象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反应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呃 这个这个在不同温度下条件下 其实算是这些实现 呃 比如说25度30度50度60度 这种不同颜色 从红色蓝色绿色紫色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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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 呃 这些实现呢 在他跨越这个质量标准 这个红色的虚线 红色的虚线 呃 虚线这里面写的质量标准限度 在他跨越这个质量标准的时候 他 他这个他这个时间 比如说我我我我管他叫T1 但是我做实验我是怎么做 我不可能说在这个曲线上 每一个每一个时间点都取一个 我通常来讲做实验的时候 是固定时间去点 比如说我在30边去点 或者说我20天 时间都可以去对吧 我取了点之后 我我的一个做法就是我把它 我跟这个零点去连一条线 那么这个 那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个呃 蓝色也好 呃到绿色 到紫色这个虚线 这个是我实验 去呃模拟出来的 呃这个降解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虚线呢 和质量标准的这条红色的虚线 呃呃交叉这个点的 呃我们管他叫T2 那么这个T1跟T2之间 他就有这样一个discrepancy 这里这个紫色的这个框框出来的 这个discrepancy 也造成了我预测模型的一个不准确性 因为我的这个产品 它实际上 跨越质量标准的时候呢 呃是在T1跨越 它在一个很早的时间 但我做实验 然后推导出来的呢 是在一个比较晚的时间 这就导致我这个模型 呃认为我这个产品 你这温度的敏感性没那么高 呃这里面的话 那他的预测模型 在而然就是不准 那么 有没有办法呢 实际上是有办法的 我们同样还是刚才的那个图 但是我们把它 换一个方式做这个实验 我们不再固定时间 因为我固定了这个取量时间的话 就 在而然会造成刚才那种情况 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 我们不关注时间 我们关注的是我这个降解产物 什么时候跨越质量标准的一条线 呃为什么这个关键呢 因为我们在做日常PUC检测的时候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对吧什么时候 OOS 那么 我把每一个在每一个条件下 它跨线的那个那个点 尽量的找准 呃不管是在60度也好 50度也好 呃这里面只画两个温度 实际上我会在高温下做不同的温度 我都把它找准了之后呢 我会得到一个ISO Conversion的一个Matrix 就是我这个产品 多长时间在这个条件下放多长时间 会呃跨越这条指标准线 就是说它会test to fail 那么我把这所有test to fail的这个情况 都总结在一起做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预测 我这个产品在低温条件下 它什么时候会跨越质量段随上线 就什么时候会OOS 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那么 这个ISO Conversion呢 呃 就是ASF这个软件 它的一个核心 它不是说我我我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时间点 然后把这把这个东西跟景点连一条线去测这个 呃 K 那么对于这个ASF来讲这个K 因为实际上它就是ISO Conversion Time 呃 我们把这个Areness Equation已经做了一些 这个调整 呃 因为因为你你根据这个画外反应动力常数来讲的话 那个不够直观 我们直接把它转化成ISO Conversion的话 最直观 呃 它最最能够去去 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Modification就是这个B Factor 呃 这个可能大家如果对ASF有些了解的话 这是它另外一个 呃 比较大的一个一个改变 就是说在不同能化和物 啊 我不是 sorry 相同能化和物 在不同的这个 呃 相对失度条件下 呃 它的这个 反应动力学的这个 常数 它的呃 Natural Log的变化实际上是跟 跟这个 这个相对失度是成一个线性关系 而相对失度越越高 呃 它的这个东西相应的会做成一个线性变化 所以说这个B Factor前面 没有做任何的这个 呃 这个数学变化 它实际上就是直接一个相成的关系 那么这里就是这个B Factor它越大 呃 这个反应速度对于温度就敏感 它对于失度就敏感 比B Factor要小的话就就不敏感 那么我们想了很多的这个这个理论 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 啊 那么首先呢呃 这这实验是在一个没有包装的条件下做的 呃 没有包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把这个呃 原料也好 这个片剂胶囊也好 直接把它裸露在我想要暴露的那个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啊那这里的话我用这个瓶子去模仿模拟这个环境 就是说瓶子里面会加保温药药液 呃 保温药液就提供一个湿度 然后呢 啊我把这个温度探头跟这个呃 样品一块放到这个瓶子里 把这瓶子放到这稳定箱里面 这稳定箱提供湿 呃 提供温度 啊 这样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瓶子去去模拟不同的相对湿度的环境 这样的话就有matrix 啊我把这实验都做完之后呢 我把所有的数据导入了ASF里面去 因为我做实验的时候是没有包装的 那么我就可以在实验的这个呃 这个 软件里面 把包装给模拟进去 大家看左下角的这个叫做包材模拟器这个东西 这东西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呃 包装的包材的这个大小 对吧 它的size 对 里面装多少东西 我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透水率 然后里面加不加干燥剂加多少干燥剂 啊我包装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湿度环境和温度环境 把这所有东西都考虑进去的时候 我可以模拟市面上所有的包材的方式 那么 我的实验数据加上我的包材模拟 就可以最终给我一个答案说 我这个产品 它在 这么长的时间内 比如说5年的时间内 啊 啊他这个对于一个特定的降解产物啊 他会降解多少 降解趋势多少 这看到这个这个曲线这个红蓝绿三条曲线 蓝色的话是一个平均值 那么红色跟绿色分别是加减一倍的这个 啊 Standard Deviation 那么 嗯 这里的话 我就 大概的把这个整个 啊 这个ASF 他本身 呃 背后的这个原理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ASF的这种模式 而不是用那种 就对传统的reignance equation的推测 呃 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解 对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和传统的稳定性研究相比 呃 ASF 技术确实是大大缩短了稳定性研究的时间 那么在新药开发的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应用场景呢 还请高高给我们讲一下 嗯 好的 呃 谢谢张蓝 那么 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这个案例环节 因为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三个案例 分别是从这个研发早期 啊 一直到这个NBA申报 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 啊 第一个这个背景呢 呃 是一个pre-IND的这个临床产品 嗯 这个项目要进入到临床 啊 但是我这个第一个临床产品已经做出来了 啊 我要去报IND 但我知道我这个产品里面呢 呃 它是它是会降解的 因为前面做了实验做了这个枪链的实验 我知道这东西会降解 然后有有一个降解产 主要的降解产物 我也把它鉴定出来了 啊 我也把它加到独立P里了 我独立P这个确证超过 能够确定它这个质量标准射到1.0没问题 啊 然后我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诉求我这个产品在报IND的时候 我刚报进去 我就 就能有两年的获加期 啊 然后我出的两件是常温 呃 但是我我我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我实际情况是我我马上就要报IND了 但我手里面只有一个月的这种 我拧出数据 记得我之前讲过那个呃代表性批词的 我拧出数据啊 啊那个代表性批词只有一个月 嗯 我一个月只有一个点 那我没办法通过任何的这个程序的分析 做出这个货架器的这个预测 那么呃 这里面就有一个gap 就是我零数据少 但我又想要货架器 这这事该怎么办 我报IND的时候 我没这个数据 那么我们采用了一个策略 就是说啊 我们我们做这个ASF实验 啊拿那个代表性的批词 啊 在做这一个月我拧行数据的同时呢 我其实把这个 用21天把这个ASF的数据也获得了 那你刚才进行刚才的那个实验流程 然后我就可以预测这个产品的现有的包装条件下啊 降级产物在两年内 符合这个实际上大人代理98.8 啊 他因为这个东西是预测嘛 他模型都有一些这个variation 所以98.8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的一种 我可以认为啊 两年内几乎啊 他们没什么可能会有OS 那同时呢 我们把这同一批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product啊 这就是它这个胶囊啊 把它放常规的稳定性 方向检测 然后就不说稳定数据的不断积累呢 我们就拿这个数据去反过去去核实我这 ASF的model ASF这个model到底是不是 呃准确啊 我一方面会验证另外一方面我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你去把这个真数据带你去优化模型 然后这个结果也可以修正 那么我在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的时候 我就可以说好 我我我现在不仅有这一个月的稳定性数据 我还有这个ASF的模型 我这ASF模型还可以在今后稳定性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不断的修正自己然后去去去去评估这个风险 那么我就可以在公司的内部达成一个一致说我这个产品他上面贴这个两年货架期的这个整体的风险是很低的 这样我就能很早的时候就去就去label at risk label at risk什么意思我把这个产品发出去啊去贴标 我这标签上写两年啊 虽然说我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呃这个完整的稳定数据能够支持这两年 但是我可以先把这个标签贴上等我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然后通通过这个ASF模型去验证 然后认识数据之后我那个时候QA再放弃 这样从compliance的角度来讲啊我是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可以加快我整个的研发进程 我的label可以提前去做啊 这是这样一个对于早期pre-ind的这样的案例 嗯其实这个案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就ind而言虽然是label at risk 但是基于ASAP技术其实是已经量化了这个风险系数 是又快速又稳妥的一种方法啊 那高伯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案例呢 嗯好的 我们讲完讲早期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往后边看啊 因为这个项目呃 约到后面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稳定性的要求其实越来越严格 那个时候可能呃 稳定性做的也多了 然后大家对产品的了解也更多了 反正这里面的话呃 我们筛编出来的一个应用场景实际上不是对于我们这个原料也不是对于这个实际的 是对于起始物料和合成中间体啊 啊因为我这里面这个背景是一个pre-picture 就是我要去做工验证啊 啊大家知道这个起始物料和合成中间体 尤其是起始物料的制定 它是在我研发特别靠后期的时候 我才会定义什么叫我的RSF 就registry selling materials 啊在我定义这个东西之前呢 其实没有没有公司会我会投入资源投入人民物理去做它的稳定性 因为这个东西随时都会变的 合成中间体它有可能也是会变的 所以呃 这两个啊 起始物料和合成中间体它的稳定性的评估 它一定是在比较后的时候 那么常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起始物料跟合成中间体我定了之后 我开始好我我如果仓库里面有这个物料 然后我就通过一定的复册 比如说我六个月复册一次啊 或者说我把这些东西放在稳定性箱里面 进行一个正式的稳定性的研究啊 然后把把这些稳定性的数据啊 再通过这个DVS啊或者席时正中啊 确认一下包装条件啊 这个事就结束了啊 我就把这个数据最后呈现一下 说我这个产品可以啊 它的复册席时六个月 为啥是六个月 因为我六个月复册过没问题 然后我DVS也测了 然后其实不是特别厉害 所以说我拿塑料袋包啊 基于这样的一个justification 那么这些东西呢 最终就会进入到我的这个呃 对中国来讲就是公益信息表里面 它是一个也是registry的一个requirement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呃 我我对于七十五料跟中间体 它的降解杂质没有一个特别深入的研究 因为我仓库那个条件也好 或者甚至说我放了一个研究 我的加速条件也好 它产生的杂质的量其实并不是很多 有可能不多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有稳定性还好的话 它有可能不是特别多 那么我简简单单的通过这样一次实验 呃去论证说我这个产品在这个条件下放这么长时间没问题 实际上相对来讲这个数据是比较单薄的 这里面的一个risk就是我如果真的我在某一个批次 它相对稳定性会比较敏感 它产生了一个降解杂质 但这个降解杂质在后续的公益条件下没有办法有效取除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会带到我的中产品里面的话 会进入到这个API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呃它的质量风险就会就会被放大 那么同时的话 我们我们这个呃 CBE呢 对于75L跟合成能源体的稳定性 这要求是不断的提高的 尤其是这个呃 也现在非常明确出来公益信息标里面提供相关的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要足够的这个数据去支持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呃 这里面一个可行的应对策略就是 呃 因为刚刚才讲过了嘛 因为我就是其实无料跟合成中间体 它确定的时间比较晚 在那个时候我在开始做一个长期的稳定性的时候 可能没有时间 呃 甚至说我不一定做的不一定有无料 我这些东西都投进去了 我也没有无料就是我那些 那怎么办 我就我可以选择做ASF实验 这个ASF实验呢 有两个目的 呃 第一个目的 我会在相关的这个条件下 就高温高湿这个数据相关的条件下 我可以更好的去收集产品的降解杂志谱 我知道这些稳定性的这些 样品 它在最极端的条件下 它可以降解出来什么样的杂志 那么我再对这个主要杂志进行建模 我建模出来就是说我这个我我得到的一个结论 呃 这个其实无料也好中间体也好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处存这么长时间 杂志A可能增长并增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啊 我如果知道了这个 那我就可以去模拟不同的包装跟铸藏条件 因为我在这个工厂里面我可以有 比如说呃 产品对氧气敏感 我可以把它加上磁锅袋 对吧呃 或者说我对温度敏感 我可以低温铸藏 尽量选取 所以不产生将近产物的包装跟铸藏条件 啊 这是这是首选 嗯 但是这两个我没有办法去呃 满足条件 就是说这个 我我已经用了最严的包装啊 啊 这个最已经低温储藏了 这个将近产物还是会生成 怎么办呢 啊 我一方面我可以缩达负现器跟以后期 我不报六个月 我可以报三个月 甚至更短的时间 生产出来就赶紧用 啊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说这个这个 我已经知道了他的主要将近杂志的这个杂志谱 那么 这些杂志是不是对后后续的这个工艺有影响 比如说我这个一个早期的其实主要对吧 API可能有个五五六五啊 那么我我我这个在工艺过程中这个杂志其实 嗯 很容易就就就清除了 不管是打浆也好 嗯 或者说在在反应中就直接就就就降纸掉了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所以说我们 如果做了这样的实验也好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75料跟中间体的时候 把它的这个指量标准提高 啊 不用不用把它控的这么严 啊 这样的话我既不影响我的负现器啊 同时的话 啊 我我我这个指量标准也可以进行一定的放宽 嗯 其实PVQ阶段的这个例子的 已经超越了稳定性预测的目的本身啊 更像是整个新药供应链上 杂质量化管理的工具 那其实原来非常模糊的原料要起始杂质水平的控制 存储条件 副减期和制计货架期之间的一些关系 就瞬间变得清除起来了 那么在NDA阶段又有哪些用途呢 嗯 好的 对其实这个刚才刚才赵也提到这个 因为因为 有ASF这个这个杂质量化管理的工具呢 其实各个部门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目标变得更清晰起来 啊 因为呃 对于公众不管是起始无聊也好 合成能源体也好 通常我们会 呃 收到的一些 呃这个要求就是你把它杂质做得这样低 但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了 呃足够的这个 信息 足够的颜测面权 我们可以去降低risk 我们知道我们的工艺能做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的控制需要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足够了 啊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 呃 在NDA的过程中 呃 我们这个ASF有什么样的用 啊 那么 这里给大家看到的一个案例呢 是 呃 一个pre-NDA的项目 呃 这个项目呢 呃 马上就就做这个上市申报 呃 那么 有一个降级产物 同样他也鉴定了 然后足以确证 超过2.0 啊 但这个杂志呢 嗯 它和这个辅料中的过氧化物有关 那辅料中的过氧化物呢 嗯 它P与P之间可能呃 不是那么的一致呃 尤其是这个辅料的供应商 他也 不是特别呃 努力的去控制说这个氧化物 一定要低于多少 可能它的质量标准会比较宽 因为对于它大部分的这个客户来讲 大家对这个氧化物 没那么 要求没那么高 但这个产品要求会高一些 嗯 那么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主要稳定性批词就是我那个Primary Stability 用于支持这个商业化产品 效期的那些批词中 呃 使用到的这个辅料过氧化 我盘量并不高 呃 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这我这些支持NDA的这些稳定性 里面都没有啥价格上 我我去做 我拿这些数据去做一个预测 发现哎三年内 啊 它都不超过0.5 但这里面一个呃 一个potential risk 就是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呢 我我后面在商业化生产过程 我这个辅料又很难去控 那本身这个辅料工程商可能为我们这 呃一家公司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辅料做的 不过惯化做的低一些 那我以后商业化里面如果出现一个批词 啊 它的价钱产物呃 它的惯化会比较高 那么它的价钱产物增长就一定会变得很快 那我会去导致OS 商业化的OS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我们这里面的挑战就是 我们需要用主要稳定性批词以外 别的数据去支持说 呃我这个 特定的降解材质 我要把它的这个限度定的高一些 呃0.5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 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这个呃 呃再生产一批样品啊 我们管它叫dp1 啊这批样品呢 我们专门去选那个呃 呃灌号好像比较高的辅料 因为这个灌号可以测的嘛 我们测一下是找一批比较高的去生产 然后呢 把这个dp1和这个主要我宁性批词产品里面的一批 比如dp2 啊 同时进行 sf实验 然后对于我们关系的这个降级产 降级杂志呢 进行一个建模 嗯 那么很明显我这个dp1里面的这个降级都会快 dp2能将去不慢 是吧 然后 我们 好处是在于说这个已经是nda了 马上到nda了 所以说我dp2 就主要我宁性批词的产品有很多的这个宁性数据 那我就可以拿真实的宁性数据去验证我asf的模型 呃这里面我就知道呃 对于这样一个降级产物 我这个asf模型 它是有多少的准确性 它的预测性是怎么样的 那么 这个得以验证之后呢 呃 我模型得以验证 就证明我这个模型对于dp1 这个产品 它的预测也是可信的 那么我就拿dp1的预测结果 说降级产物在这个固然化物化量比较高的情况下 啊三年增长了1.0 啊 这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支持啊 我这个这个降级产物的potential标准 你不答应一点啊 这是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argument 写在我们别人深调资料里面去 去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一个限度 嗯 其实高博的这个案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 依托了qbd的概念 预测稳定性能够拓宽自己的限度值范围 也避免我们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不必要的os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上述这些应用啊 就是更早的指导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更理解我们的产品 然后去de-risk一些决定 我们可以把一些决定前置 而不用说我们带着这个风险 然后做条路一直往后走啊 那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这个应用场景呢 比如原测料形容性 对吧 我是哪些浮料 因为原测料形容性本身是做一个rank order 哪些浮料它会导致杂质的哪些浮料不导致杂质的 但是呃 如果按照一个一般的这个原测料形容性的这个这个做法呢 我就是呃 一个高高高高湿的条件开口和闭口 然后做那么几个时间点 我知道a比b好 但是这里面只有一个降解产物的概念 但同时呃 我有可能a比a比b从稳定性角度来好 但是我b呢我需要它的一些特殊的这个浮料性 才能够保证我这个呃 致际的生产过程中它更加的这个呃 顺利 比如说它可以增加这个产品流动性 或者说增加那个可压偏性 实际上我是想用b的 但是b明显是稳定性不够好怎么办 那其实就是我如果用a3 不是做这个原测料相似性 我就知道b虽然没有a的稳定性好 但是它的这个稳定性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样一个information 在做原测料相似性的过程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后面的话我可以也可以比如说 提换包材 是吧 我我在这个commercial阶段 因为我一个产品上市的时候 可能临床做的就是一般用瓶子嘛 呃 但上市了之后呢 不同的市场对于这个呃 包材的需求其实千几百万什么样就有 比如我拿瓶子 本来是瓶子后面换个抛照包装 那么我抛照包装的这个产品的问题 是不是有保证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抛照材料 多厚的膜 啊 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Sype去去把我们回答 啊 或者更新助长条件 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来Sype去预测 然后把那个那个那个温度时间啊 啊 十度调一调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模拟的啊 啊 从储方变更更稳定性啊啊 啊 主要稳定性条件的选择啊 这些其实都比较streetforward 啊 后面两个其实是在也是在这个运往后期的时候 应用场景会比较多的 比如说 啊 in-use stability 就是使用过程中稳定性啊 产品开了平之后 啊 啊 这个 它的降级产物会不会受到这种开平的影响 你开平之后 这个moisture会进去的 然后 啊 它的这个 呃 这个包材的隔水性也不会 也不像那开平之前那么好 所以这个也可以做一些模拟啊 超温判定啊 我们这个运输过程中 啊 比如说超高温了 或超低温了 对吧 前面那个slide也讲过了 啊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正式的研究 啊 去做temperature cycling 或者做这个extreme temperature 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ASF 因为这个本身其实是 啊 它不是一个申报的那种 是企业自己这个风险判断的一个 所以说超温判定也可以 用ASF来的数据来代替 OK 这就是我能想到的一件应用场景 当然 在大家用这个这个ASF的过程中 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 这个能用到的地方 因为本身这样一个工具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 啊 在这个这个新要研发的过程中 带来很多的便利 嗯 好的 那么也非常感谢高博 您刚给我们的这些专业讲讲 案例是非常多的 又丰富 也都特别有代表性 那现在呢 让我们也再邀请一下 南京海维医药创始人 王立坤博士和我们一起进入直播间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观众答疑的环节 我们有请王博一同来解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问题 王博稍等一下 我们观众人员把您的画面先切换到直播间里 把那个王博的画面一起 嗯 好的 谢谢 好的 那我这边看到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的话呢 是这个 啊 啊 对于成品的含量和溶出有指导意义吗 因为稳定性不只是杂质的研究对吧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因为稳定性呢 其实方方面面的 其实高博呢 其实侧重在这个有关物质或者杂质啊 但实际上呢 其实杂质其实是药品里边限定最多的 那么其实呢 像含量啊 溶出啊 包括像颜色的变化是吧 那么我觉得其实都是这个稳定性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指标啊 呃 那么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那么含量来讲的话呢 因为 A-Sub的话呢 大伙其实都知道 它是基于一个降解动力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来预测啊 那么杂质的话呢 其实为什么说它预测的非常准 那么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很好的分离和定量啊 那么它非常干净啊 那么再一个的话呢 它的背景呢 其实非常清楚啊 那么所以说呢 A-Sub这个杂质的预测其实非常准 但是就对含量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个要case by case啊 那么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的话呢 就是这个比如说制剂里面的含量 它的均匀度的话呢 很多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波动的 特别是说客户的固体制剂 像片架啊 它的这个片和片之间都有波动 是吧 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区分出来 究竟是因为含量是在下降呢 还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片和片之间的波动啊 那么所以呢 这个含量的稳定性的话呢 其实它的这个需要的这个样品数量 那么要统计学上要上的 那么其实它其实需要相当多的一个数量 然后呢才能够把模型建立起来 那么这是一个特征 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呢 就是这个含量的话呢 它往往不是由于同一种这个降解路径的一个结果啊 很多时候的话呢 它是多个不同路径的结果 那每个路径呢 它自己的这个火化能EA呢 和水明元因素B值啊 其实它都有各有一套参数啊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含量呢 如果下降不多的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主要的一个降解路径可能还好 但如果有非常多的降解路径 或者下降很多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其实它的模型的话呢 其实并不像这个呃 呃单个的杂质预测性能那么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呃 那么融出这儿的话呢 呃 我想呢 其实主要是有两方面的一个呃 呃 诉求 那么一个是这个速式片极或者胶囊 它呃 做了加速之后 或者长期稳停之后 它的融出速率会变慢 呃 那么特别是片极来讲速式片极 那么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么其实它也受到温度湿度的一个驱动 那么呃 也有这个Hurray的这个Santis 他们其实也是做过这些激励的一个研究 那么最后推导出来的这个呃 呃 统计学意义上或者数学意义上的一个一个公式的话呢 其实和阿勒约斯的动力学其实是类似的一个数学表达 那么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高温高时加速来去预测 那么融出呢 其实长期来看它会不会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但是呢 其实同样的和含量的类似的话呢 呃 它其实并不是像杂志这样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那么更多的是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啊 那么这儿的话呢 我想听一下高额的这个经历啊 对于这个含量还有容处这儿呢 对 谢谢谢谢王国师 我觉得那个王国师说到了一个key point key point就是呃 你任何事物有趋势 得先搞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个趋势 如果它是一个多因素驱动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不能简简单单的拿到哪一个模型去模拟它 因为你模拟出来东西必然是不准的 对吧 其实就跟我这个在幻灯片里面讲到的也是 就一开始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reigness equation 去模拟这个降解 发现哎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呃 它并没有很好的表彰出这种固体降解的这个 这个真正的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Iso Conversion 进行了一个一个呃表彰 这样的话它就准了 那实际上对于含量也好 对于容数也好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多因素驱动的东西 那么含量如果下降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两个因素驱动 对吧 一个是和容数相关的 就是你这东西释放不出来 实际上它没变 它释放不出来 那这个你就去要去找那个原因去模拟 不是说Iso不行 但是你要先找到那个模型 找到那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降解了对吧 变了 变了之后呢 可能更多更直观的是 你去看降解产物 或者看这个含量的变化 那么龙叔刚才我这个王博士 已经讲的很很详细了 就是任何东西 你首先要找到 它变化的根源是什么 那么这个根源的它的处分模型 是否符合Arigin's equation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就是任何某种线性模型 你进行了任何的处分变换 它能是一个线性模型 你都可以把这个东西 Fit到ASF的模型 那去做问题 好的 谢谢高哥 那么顺便提一嘴呢 其实在药学里面 其实非常少见到就是说 含量Fail的这些例子 是吧 其实非常多的例子 都是这个杂质的这个 它变成了货下期的限定因素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客户呢 它是在这个Nutra Citigo 就是在营养品保健品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其实含量可能是它的一个 护甲器的一个限制因素 那么比如说像VCR 或者说有些医生菌的这些产品 它的护甲器的话呢 可能关注的是涵量 而非杂质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黄老师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在问高伯 就是说这个PPT里边呢 提到这个降节产物的独理验证为2.0% 那么请问要如何进行验证 这个比较streetfall 其实它是独理确证了 英文叫tox qualification 本身这个2.0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实际上我在独理掺杂的时候 我做独理 比如说14天独理28天独理或长独的时候 我把这个杂质加到一定的量 然后这个量进去之后呢 如果取决于我这个study 如果是一个oncology的话 可能是MTD 如果是一个non-oncology 我用noel 就是说这个证明我这个杂质给了动物之后呢 它不会发更多的这种货币 那么有了这个noel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参加量 地区上有一个公式 就是公式里面有noel 然后有这个人的这个体重 然后有动物和人的这样一个 这个体表面积的一个转化率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掺杂量 我最后就能算上我们 到底看到了多少 嗯 好 谢谢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寡核肝酸类 可以用ASAP进行预测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特别像昨天晚上的这个问题 就是ASAP就是哪些场景能适用哪些不能适用 我觉得其实有两条可以总结的 那第一条的话呢 就是这个我们关注的点 是不是一个化学驱动的一个变化 是吧 就是说因为化学降解产生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要满足的条件 第二个也要满足条件呢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呢 在加速还有长期稳定之间 有没有发生相的转变是吧 那么其实如果说适用到这个问题 寡核肝酸类的话呢 其实就是说第一点的话呢 我们关注的点 是不是寡核肝酸类的 它的一个化学降解是吧 或者说是 那如果说我们关注点是化学降解 那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寡核肝酸类 那么有没有发生相的转变 那就是说我们存储条件 那么最典型的我是低于零下的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ASAP其实比较难做一个加速和预测 但如果说我的目标存储条件呢 其实是零上的 那这时候的话呢 ASAP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 我觉得是可以通过这两个这个标准来判断 那么我相信有一类的这个寡核肝酸呢 其实是可以这个用ASAP做预测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FreeSync的实验室里面 其实是做过这类项目的 高博最近有经验吗 这一类的 广核肝酸我没有经验 但是我想就是就王博刚才的那 他们稍微拓展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最好它是化学驱动 但其实它也可以不是化学驱动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我看刚才问题里面也提到了 这是关于这种物流内性的 比如说我这个晶星转变 尤其是我Amalthus到结晶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的paper 实际上它也是符合 当然这个它有合适有一定条件的 比如说在TG之上或者TG附近 说说你这个TG太远之类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可以设计到 让它整个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模型 符合Union Decretion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的变化 好的 谢谢高伯 我们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 看我们还要再回答一个吗 还可以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小福利 我们可以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 对于这个ADC PDC 还有核酸类药 核酸类药我刚才挂合跟酸类药 我觉得其实类似的 但是这个ADC PDC的话 我觉得其实大伙很多的一个关注点 就是这个Linker上面是吧 因为这个Linker的话 其实它设计 其实最后都是要被这个掉下来 那么其实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那么所以说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 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ASAP非常适合去评估这一类 特别是像我们也做过一些PDC 的一些项目特别是 那么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一些个这个是固体还是液体 什么样的package 能够适合做成一个suitable的一个product 是吧 那么同时呢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药化学学 它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就是说 在体内的时候 它是不是有足够的体内的一个代谢稳定性 能够让它到达这个把握之后的话呢 能够把这个Country的这里的一个Linker 能够把它断掉是吧 能够把这个要deliver的东西给它deliver到位吧 那么这是我觉得是相配合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设计产品会比较有效 对于物理稳定性的话呢 可能就是像和高博其实刚才描述的 其实像这个amorphos的这种无定型的材料 那么重结晶的过程 那么主要是因为呢 就是说ASAM它对于这个经典的一个Ironies 其实它的改动非常大了 那么其实它各种的动力学的话呢 其实都是可以适用的啊 那么包括像很多的这个结晶呢 其实它是满足一个Aboromy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是一个自己催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会越来越快 那么这种模型呢 其实在ASAM里面其实也是内建的啊 看一下高博有补充吗 然后我觉得那个我就再补充一点 其实刚才讲的ADC PDC 我觉得这个文国讲的特别对 就是这本身它是一个平衡 所以说这些分子它其实更适应于ASAM 因为你做ASAM小分子的话 你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做了发现就降点 那你这个模型就降不下来了 但是ADC PDC by nature 它就不稳定 啊这里面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 你这个方法的这个 specificity 你想看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看到 能够准备的力量 其实这个更多的 它是这样的一个challenge 本身模型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是能够建立出来的 好的那其实我们已经解答了观众 非常多的问题啊 那我们也感谢高博和王博的分享和解答 其实让我们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南京海外医药 对本系列直播的大力支持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第二场直播呢 就也要接近尾声了 那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后台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可以点击 谢谢两位老师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呢 也预告一下我们下期的直播 下期直播也就是在明天我们本周二 同样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 是我们ASAP技术线上系列讲座的第三期 我们邀请到了强生个人健康护理 亚太区副总监苏盛民博士 为我们分享预测稳定性 在新产品开发当中的应用案例 当然这也是我们本系列直播的最后一场了 所以大家报名从速 欢迎大家预约我们明天下午三点的直播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点击我们直播间 右侧的添加助手 我们可以邀您进群来继续的交流探讨 关于我们直播回放 只有在微信小程序上才会有 所以大家需要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 同写一即可获取我们全部的直播内容 那另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同写一的官方微信号 第一个是同写一微服务号 我们写一直播的宣发主要 会在服务号上来进行发布 所以有关注直播的朋友 大家关注一下同写一微服务这个号的动态 那第二个是同写一的订阅号 主要是做行业媒体 发布我们行业的重大新闻 行业分析的重磅文章 那第三个是写一宣发号 主要是发布中国新药行业内的大事要事 重点关注企业的融资情况 人事认命 还有国家发布的新规制度政策 一些方面的内容 那第四个是同写一BioTech号 也欢迎大家来多多关注 另外我们如果有什么企业宣发媒体合作需求 也可以加一下页面右下角 我同事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好了那最后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热情和陪伴 那我们就明天下午三点见 我们再会谢谢大家